哈喽大家好,我是大鞋瓜,新点关注后点赞,人生从此更灿烂,这局剑客他们非常的精彩啊,你不看到最后你绝对猜不到谁会赢 什么,不信,什么都数彩了,肯定是你啊 我跟你讲一下,只要是精彩啊,我输了我也会做成数彩了 好了,直接进入游戏 看到这样的一个经验分布,我是准备先去卧室拿第一块经验,然后去客厅拿第二块,然后庭院拿第三块经验 这边是有个后盾先拿上,然后去客厅的路上,客厅这块经验是被拿了 那庭院这块经验肯定也拿不到,所以我就放弃了下面的经验去厨房拿第二块经验 刚好是在门口遇到了机械鼠啊,还想拿到我的经验跑,你在想屁时 每次发的视频都有人在问我带的是什么知识卡啊 然后以后的话每一期视频都把知识卡给告诉大家 这一把的话带的是鸡云熊熊细心跟猫叶啊 因为厨房已经出过机械鼠了,所以把厨房的随机给留着 然后去棕楼拿第三块经验 这个机械鼠没抓到,主要是因为这个上下的视野擦 如果你在下面的话,上面是没有一个视野的 反倒是它从上面下来的话是有个视野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猫鼠的这一个特性啊 那这把等于是拿了三块经验和一个机械鼠的经验 最后的是我们来到厨房把这瓶随机给合掉 好像又是一瓶盾啊 唯一这把不好是没有拿的一瓶隐神利用翻滚接近侦探 一刀先碰到他的盾 那这个侦探已经是凶多吉少了 哎,他昨天也带了个技术翻滚 我直接一个吐刺一A 直接联散 联完之后赶快把身上的盾给喝掉 本来是想利用双盾直接板炸物件 当时粒粒自拨手的会比较的好 那我们直接板客厅也是一样的 毕竟我们的一个放飞速度是很快的 可以看到我的双层盾中间就没了 但是粒粒自拨为什么不救 难道他是不知道我带的是翻滚吗 也有我带的蓄力动机 其实我身上没道具的话是秒不了他的 哦,他是想要躲多隐身救 刚好躲多字幕我直接一拍一抓起来了 这个隐身也是浪费了 我直接一个吐刺了 没有吐到,没有关系 有蓄力动机就好了这会儿 粒粒自拨一直跳来跳去 就在等我手里的老鼠挣扎 我这边也是没有一个刷输入的道具 没有办法 罗飞过来的话应该是掩护队友撤退 怎么现在老鼠都带一个放过了吗 你不如带个治疗更加好一点啊 罗飞这个走位还可以啊 看我一个吐字 这个吐字也吐空了 那这波有点尴尬了 被拉扯了一分钟就直接跳过了 奶酪对面也是没有推啊 跟我玩一个躲猫猫呢 终于是在这找到了一个机会 但是我这边有点胎想再拍一下躲多 然后我的一技能也是没有连扇 吐了呀 buff也没有挂上狗根又过来抓了我一下 连魔肺都拿不起来 哎 形态都功了 上波的机会被丢失了 之后又是被他们拉扯了一分钟 毕竟都是一些鼠管队伍 这个拉扯真的是没话说 哎 这边终于是抓到了一个失误 但是我身上是没有个一技能的 秒不掉 冰块的话也是砸到了比利鼠 身上还好我这一刀没有空啊 莉莉是被带走 她往外拉 身上没有互动 这波闲板上客厅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们直接去砸物件 砸物件的话还有一个秒飞火劲啊 刚想卖夹子 但是点到了互动 所以这边就取消了 莉莉过来救援 身上爪刀是打空的 直接用个一技能挑起他们两个 来了一个曼联 这样的话这个我也跑不了 躲下这个冰块一刀 哇 这次刮到了一个被动 看他用个动作 我就知道他肯定要跳腾马回去啊 直接一个跳刀 还没让他回去 就直接给带走了 这波买呼动肯定是来不及了 所以是直接抓起来 侦探的罐子也是空挡在那边 但是莉莉是卡了一个视野 直接丢了一个冰块 那这波是成功救下 两个秒飞火劲 我好难受啊 被骗了 敌方已翻起来了 这个躲躲 我都 只能从远距离才能看到 这爪道还能恢复他 这已经起来了 哎 被他们各种秀 刚刚被莉莉的那个剑气秀了一下 这回又被他一个二级被弄秀了一下 我的爪道还没好呢 这个牌子的训练已经恢复了 这边莉莉又能拿了个冰块锁住 哇 已经凶多吉少 我已经感觉这把要崩了 这个太关键了 这回 这个莉莉还在秀啊 还好容易急速翻滚 是能追上一个A 然后连三 买个火盾 这样的话 基本上能板上炸我间这个秒飞的火箭啊 啊 你从拦不住了吧 我还不信了 终于是利用两成盾加一个数码成功都放飞了一只呀 不容易啊 千万不要以为我这个时候优势很大 还有一个秒飞火箭 他们只推了三块 但是你们要看下这个朵朵已经溜起了 而且这个朵朵是雪克剑克塔姆的 为什么会克制剑克塔姆 大家往后面看就知道了 嗯 这我被焊掉了 像朵朵这个没有琴鸟的一个技能啊 根本就躲不了啊 没有办法 拿个夹子继续在厨房这边度上 把门一关 两个夹子一放 我看你们怎么进去啊 要他们还没看到这个奶酪的洞口 就要他们脱一层皮 这应该是朵朵的三级被动啊 被打到一半血的时候会触发电流 蒙估计是被压哥给开了 这个压哥是真的坏事 这个侦探也太大胆了吧 当着我的命把这个奶酪放进洞啊 我完全不给我面子呢 就一个隐身啊 叫你不给面子啊 然后再把它给推开 怕他把我这个夹子给踩了 然后用一个翻滚 直接去把那个客厅的苗飞火箭 但是苗飞锁得很好啊 直接还没落地 就把我给转了下来 哎 这个意识还是不错的 哎呦 那是三级被动了这是 这时候是再拿这个堵都没有办法呀 这个链子这么就连不动它 就他们这么一丢丢血 还好是踩了一个夹子 本来想用被动顺便刮下这个罗飞啊 好像是没有刮到 然后三级被动也是没有触发 厨房又没有一个火箭 那就只能是去客厅的呀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只要把这个堵都给放飞 就把我移 嗯 哇 隐身的侦探 完了 没了 缠了那么多冰 直接被冰死了 这存了这么多冰块 我靠 这直接被冰给冰死了 这起码后来我十年以上 然后这里是冰桶 不可能一直 捆 还好是在他还没有退完奶酪之前是赶到了厨房 这边又是连到了罗飞 但是身上的钱的话是不够买一个后盾的 想把秒飞火箭估计是不可能 所以就不再看到墙缝刷到了阁楼的时候 就准备直接板阁楼了 得换一个位置 把闹阁楼的火箭直接把这个门一关 停了的话肯定是来不及的 只要把这个门给收好 侦探这么勇的一个隐身就直接过来把门给打开了 还好这波一拍一抓是把朵朵给直接给放飞了 那这波是一个一打二的强风 没好 回去回去 这波没有追上 但是没有关系 现在的话稳住就好了 只要没有一个核弹 再把我避引 这个泡河机离得太远了 把墙缝处的这些道具全部给清一下 然后再把空头给打开 盾也合上 还有一个变大变大也合出来 这波可以看到我的球是命中了 说明这里是有老鼠的 所以我赶快过来抓一下 果然是抓到了侦探 这里不怕 这把终于是一个三飞给带走 十分的精彩的一局 希望大家多多给个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